改变世界 从善待彼此开始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约伯纪第30章 上一章我们认识了约伯过去的美好生活 而接下来的这一章 约伯则要诉说自己在苦难领导之后 所遭遇的排斥和不公平的对待 这两章是非常强烈的对比 要带领我们看见 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会问题 一起来读约伯纪第30章 约伯纪第30章 但如今 比我年少的人细笑我 其人之父我曾藐视 不肯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 他们壮年的气力既已衰败 其手之力与我何意呢 他们因穷乏饥饿 身体枯瘦 在荒废凄凉的幽暗中 肯干燥之地 在草丛之中采鲜草 罗腾的根为他们的食物 他们从人中被赶出 人追喊他们如贼一般 以致他们住在荒谷之间 在地洞和盐穴中 在草丛中叫唤 在荆棘下聚集 这都是于玩下见人的儿女 他们被鞭打 赶出境外 现在这些人 以我为歌曲 以我为笑谈 他们厌恶我 躲在旁边站着 不住地吐唾沫在我脸上 松开他们的绳索 古代我 在我面前脱去配头 这等下流人 在我右边起来 推开我的脚 逐成站路来攻击我 这些无人帮助地 毁坏我的道 加增我的灾 他们如同闯进大破口 在毁坏之间 滚在我身上 惊恐临到我 驱逐我的尊荣如风 我的福禄如云过去 现在我心极其悲伤 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 夜间 我里面的骨头刺我 疼痛不止 好像啃我 因神的大力 我的外衣污秽不堪 又如礼仪的领子将我缠住 神把我扔在淤泥中 我就像尘土和芦荟一般 主啊 我呼求你 你不应允我 我站起来 你就定睛看我 你向我变心 待我残忍 又用大能追逼我 把我提在风中 使我驾风而行 又使我消灭在裂风中 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 到那为众生所定的阴宅 然而 人扑倒 岂不伸手 遇灾难 岂不求救呢 人遭难 我岂不为他哭泣呢 人穷乏 我岂不为他忧愁呢 我仰望得好处 灾祸就到了 我等待光明 黑暗便来了 我心里烦扰不安 困苦的日子 临到我身 我没有日光就哀哭醒去 我在会中站着求救 我与野狗为弟兄 与鸵鸟为同伴 我的皮肤黑而脱落 我的骨头阴热烧焦 所以我的情音变为悲音 我的销声变为哭声 约伯所在的族长时代 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 各个部族之间很常战斗 比较弱小的部族会被淘汰 成为不被社会所接纳的一群 最后只能四处流浪 靠抢劫犯罪为生 但现在就连这群人 都起来排斥约伯 显现了社会底层的危机四伏 亲爱的朋友 这类的社会问题 直到现在仍然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中上演 甚至更加严重 看见人与人之间这样互相伤害 神一定伤透了心 所以让我们彼此鼓励 不要因身份和处境而对人有差别待遇 相信当我们带着神的爱 不分贵贱地真诚善待每一个人 就能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赐下更多的爱和同理心在我们中间 让我们的社会有更多温柔的力量 能善待祝福彼此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为爱你